我怕 呵呵呵 就是要這樣 趕快走 點了酒吧 推薦了酒 喝了薑汁汽水 薑汁汽水 好特別喔 好像很好喝 這種米一樣 能夠做成酒 純米酒 好酷喔 不愧是劍仙 這星期真棒 想要跟他喝酒到天亮 真的 感覺他們都很會喝 呵呵 下午得看你們討論 沙拉 下午給他你們討論 他一早就開始喝酒了 沙拉 真的 不愧是沙拉 這一個半月 都沒有你的消息呢 蛤 數碼寶貝已經 惡魔獸打完了 怎麼那麼快 力度方面 什麼有什麼樣的消息呢 貴族聯盟似乎有相當嚴格的控管情報 好 與遊戲師聯絡上就是那個時候啦 不愧是教官一個人都還沒事的 當然啦 巧克力沙拉 這麼猛 對啊北方獵兵 西風旅團跟北方獵兵 居然找了兩個獵兵團隊 重要時刻沒有在你們身邊 巧克力沙拉沒有問題的 我們還是很努力 覺得你爸爸能夠得救算是太好了 雖然是貴族 但是很顧家的爸爸 練演覺得親切的大叔呢 呵呵呵 開玩笑開玩笑的啊 這種時候要樂觀 積極努力往前 嗯 開喝啦 巧克力沙拉 超級隨心所欲的 喝得微醺的教官一起回鳳醫館 呵呵 有人說 小依依說 今天唸A利不太好喝 那個是薑汁汽水嗎 我也覺得蠻神秘的 小巴說 這第一次看這款遊戲 是攻略愛情的遊戲嗎 並不是 他是阿皮虛 吹吹冷風行個酒 啊 總裁到底啦 啊 也是呢 離下我還一段時間 就幫你做個訓練吧 哇 還喝了酒就在那邊運動 呵呵呵 好 到了不會被人打搶的地方 進行了無數的訓練 哇 無數的訓練 喔 李恩的那個表情好無奈啊 比起來軍管學院的時候 哼 看來牛更上了一層樓呢 並沒有因為得到了犧牲 就是代乎了鍛鍊了吧 哼 這款才是厲害的 而且他出神入化的實力拿捏 還能讓我勉勉強強的接近極限 無論如何都要克服這障礙 展現出成長的結果 呵呵 臉神變了啊 那我們那我們繼續下去吧 打了一段環 想另外看管 又以後了 哎呀怎麼了 這樣下去可是無法救回你的妹妹 還有黃女地假的 哇 為了讓你成為第七班的重心 這個想法到現在我還沒有改變 mín 最少也贏我一成 好讓我安心吧 我剛剛把他的 電光一閃 喔 喔 可能欸 欸 什麼 我剛才以為爆一二三 不是 是莎拉不小心用盡全力了 在那一瞬間 那個應該是李恩的疾風之類的 然後速度超快 然後讓莎拉 然後結果莎拉就不小心 大意 然後就發揮全力 只要關頭總算 果然還是贏不了莎拉 喔 剛才那場 是我輸了 欸 剛才那一瞬間 你的刀法 遠遠超出我的預料 再加上你也擋了 我全力的一擊 毫無疑問 是你贏了 不愧 是在各地 克服難關 所鍛煉出的成果 殺小怪 難關 難關 該怎麼駕馭這股力量 還有這個課題等著我 這太折了啦 哪有哪有 那麼容易就可以 他可以打敗 尤其是A級的巧克力殺小怪 他沒有打敗啦 但是莎拉就是為了 鼓勵他 哪有 那一瞬間很顯然就是 莎拉教官用盡了全力 因為 就是 被嚇到 然後 身為那個武者的反應 就是用全力去擋 等一下喔 剛才的那一擊 弄不好的話會造成重傷 好像也說不定 你看這場帝國的內戰 或許漸漸喚起了 那死 的我 什麼 難道 沙拉教官以前更強嗎 蛤 因為我覺得剛剛很顯然是沙拉教官 就是被嚇到 所以就是 即時的反應 所以那種即時的反應 你是沒辦法拿捏力道的 然後就直接反擊回去 一旦沒有想到 莎恩還是倒住了 嗯 所以 這個 太折了啊 哪有那麼強啊 莎恩 屁啊 好啦 反正這個 裡面的人 主角都是各種 還有都覺得 控制軌跡的約束牙都好可憐 我們現在還有 班長兩次跟亞莉莎的一次 OK 班長 喔 姐姐 就說太天真了 所以他們最後還是要面對他們的姐姐 跟艾瑪去購物吧 班長你要買東西 我們一起去 為什麼 感覺真差 每個人的故事都說一半 到最後就一定會說出來啊 我們放著有點鬧變扭的 色雷弩不管 走囉 有了 顏色也剛好一樣 這是毛線嗎 班長你會 編織嗎 是啊 我在故鄉時時常會編織東西 想在色雷弩 再會時 簡單的圍巾 好可愛的感覺喔 這樣啊 那最後的部分就在我家客廳完成吧 得蠻這色雷弩做好 讓他大驚 大吃一驚 然後一起在暖爐前取暖 陪他編織圍巾 登 登 哼哼哼哼哼哼 班長歡迎泡好紅茶囉 謝謝你 毛線的顏色選擇了適合 斯雷弩的藍色 班長手上的 沒有 那是適合他的 他那隻貓的顏色 就是透明 他都跟你說 班長不在的時候 色雷弩也非常擔心你喔 色雷弩他 和他從出生時就認識了 這麼苦 哇 對我來說 既像姐姐又像妹妹的關係 和一隻貓咪 呵呵 太可愛了 雖然現在還是會蠻做一些事情 但沒錯 至少和姐姐相較起來 柯若提德小姐 他對班長來說是怎樣呢 你們好像不是真正姐妹 是師姐 魔法的位置 非常的優秀 即使他犯下禁忌離開了故鄉 所以艾瑪是正常 就是正規的魔女 然後他的姐姐算是觸犯了禁忌 嗯 我也有一樣多事情想要問 寇洛提德小姐 為了這個目的 我想只能像編織那條圍巾一樣 一點一滴慢慢前進 所以班長 一種努力吧 加油 寇洛開朗 透明 國王的圍巾 呵呵呵 送去給聖雷弩 雖然嘴巴上尖酸刻薄 但還是開心的咬著一巴 呵呵 完全可以想像這個畫面 你幹嘛給我這個東西啊 我才沒有想要的東西呢 然後一發一直咬 呵呵呵 我們看看 聖雷弩會不會 穿上那個圍巾 欸沒有 哼 送貓咪圍巾 這種傲慢真相成類的作風 呵呵呵 呵呵呵 明明就很喜歡 傲嬌 貓咪就是傲嬌 對啊 好 好像因為害羞 不肯拿來用 才沒有害羞呢 呵呵呵 一起找個地方 喘口氣 泡足湯 竟然是一直去泡 哇 好棒喔 小儀都看別邊 哇 班長 哇我喜歡他的那個 衣服 對 而且他這樣泡足湯 也太認真了 很漂亮 Oh my god我喜歡他的服裝 Oh my god 想酷死了 這裡的溫泉有出一點點 呃不是不是班 那 這個班長的 你閉嘴是誰 呃 身高跟他的 嗯 身材 嗯 我也沒有說我要Cost班長 我想 我就說我想Cost小卑不行嗎 喔可以可以可以 霍米莉安 你說什麼 霍米莉安嗎 也可以也可以 蛤 欸 蛤 班長你的眼鏡起霧了 他剛剛就沒有戴 他剛剛明明就沒有戴 眼鏡怎麼莫名其妙 白癡喔 我 我忘記拿下來了 我就會跟班長的羈絆 各種的隱私機 明明就沒有進去 白癡 莫名其妙 脫在 欸 裙子脫在地上 才是一種美感好不好 拜託 真的 啊 不是你的話 嗯不好意思 你閉嘴 你的艾莎巧也是一種美感 不 你那樣子一直盯著看那個 不 其實我從以前 就是這樣 覺得 其實班長 你的視力沒有那麼差吧 注意到啦 只是有點模糊而已 只要利用魔女的法術輔助 就不會有什麼影響 這麼說來 在學院機的舞台也是 明明沒有戴眼鏡 你的舞步卻很完美 既然如此 為什麼要戴眼鏡呢 這副眼鏡 是類似我身為魔女的存在意義的象徵 文體嗎 不是 魔女是應該藏在 歷史的陰影之下 達到使命的人 要是讓人 看見自己的真實面貌 將會有受 情感左右 影響使命的危險 小時候 婆婆就是這樣告訴我的 班長的奶奶啊 感覺很嚴厲呢 這也是沒有辦法 婆婆是我們魔女 眷主主長的大魔女 是擁有將魔女導向正途使命的女性 我和維塔姐姐開始魔女的修行之後 也被她嚴厲的關教 但姐姐出發了經濟 離開了故鄉 婆婆似乎要捉住姐姐給她出發 但我只是想要跟她見面 談一談而已 我問她 那一天 到底為什麼要離開故鄉 我可能有點太天真了 而且這部眼鏡 似乎也差不多 該拿下來比較好 不然的話 好像 一直瞞著你們 呃 你已經戴眼鏡了 欸 有選擇欸 我覺得不需要拿下眼鏡這個選項比較好 對班長來說 算 雖然我知道你的內心都在想第二個選項 我就是一個很糾結的 班長 班長剛剛說 他覺得不拿下眼鏡 就是 戴著眼鏡好像對我們有所隱瞞 對 但 這就是比較像有所顧慮啊 對 因為班長不用顧慮什麼 好 黎恩同學 這樣也不錯吧 不用勉強 自己拿下來 這樣啊 因為比較有班長的感覺啊 但是你別忘了 不論是否要將眼鏡拿下來 不論你是否是墨魚 班長就是我們的班長 這件事情是不會有所改變的 非常感謝你 倒是他的眼鏡在那裡 哈哈 有人說沒存檔 如果有存檔 可以看到兩個結果耶 沒有 就是這個結果 所以你要這個結果 嗯 OK 小一比較喜歡戴眼鏡的班長 不 我就是要沒有眼鏡 不用勉強別人做是做什麼 就是班長 你就做你自己 要不要拿下來 不用因為我們的感覺 要去左右著你 Just do it yourself 魔女的隱形 好 我們最後要找到亞莉莎 亞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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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終於輪到你了 耶 壓軸 打力機車的維修 一起做吧 塔 登登 噠噠噠 WOW 打力機車周遭這樣就沒問題了 之後還需要試運轉 關節部分也得上游 没想到居然能够做到 如是有模有样的维修 在军官学院也看过好几次了 之前我的岛力车维修的时候 推测出最急泡的信号 不愧是莱恩佛特